你不应该跟网友约在他家见面 有太多的案件就是这样被杀 或是被绑架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想 如果是先告诉朋友我要去的地址 并且在我的包包放罐房廊喷雾 大概就万无一时了 我在网路上跟马丁聊了大概三个多月 后来我们决定要见面 我刚从一段很糟糕的关系中走出来 所以很想要有新的生活中心 马丁是我第一个配对成功的人 我发现他的个人资料很吸引人 他不久前才离婚 喜欢烹饪 还养了三只狗 他个人简介里有很多笑话 让我笑得很开心 虽然他在每张照片都戴上了帽子 似乎暗示着他是兔头 但我不介意 我们真的很有话聊 我们开始每天晚上都用电话聊天 他的声音非常吸引我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我们的生活 然后第一个地雷出现了 我们谈论的是以前的工作 我曾是一名警官 医生 交房员 太空人 只要你说得出来的 我都做过 你开玩笑吧 不 我是认真的 这真的让人很难相信 我绝对没有说谎 我觉得他只是在跟我开玩笑 于是我们继续聊天 几天后我们决定该见面了 他邀请我过去吃晚餐 我同意了 我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一个朋友 然后我开了两小时的车程 去他所在的爱之镇 当我接近爱之镇的时候 播客就开始断断续续的 我的手机显示收不到讯号 但是我在Google地图上 已经设定好路线 所以我决定要继续跟着导航走 这里收不到讯号很奇怪 毕竟爱之镇整体环境看起来还不错 大房子环境整洁 一切仅然有序 也许马丁对他从事白酒行业这件事 并没有说谎 他一定赚很多钱 当我开到马丁家那条道路时 我开始感到恐慌 最后终于找到了 我走了四次深呼吸 拿出手机试图传简讯 告诉马丁我到了 果然还是没信号 于是我下了车 走进那栋房子 按门铃 过不久门开了 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马丁跟照片并没有差太多 他的肌肤很光滑 一个毛孔都看不见 他不是秃头 他是整个头都秃了 可是他穿得有点随便 你还好吗 我很好 马丁你呢 再好不过了 马丁脸上带着灿烂的角落 快进来吧 合不坐一下 晚餐差不多好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我的手机 仍然没有信号 你们这里信号不好对吧 对啊 都很不稳 他从厨房大声回我 我看着手机等着马丁回来 那么路上还好吧 马丁来了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还不错 我有很多播客可以听 所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你有在听什么频道或节目吗 没什么特别喜欢的 我们两个只是看着对方微笑 我开始更仔细观察他的脸 他的脸好像怪怪的 他发觉我正在盯着他的脸 我赶快开启了话题 哎你们的狗 他们在哪里啊 我不想让他们把你扑倒 他笑着说 我不建议我爱动物 我们又看着对方笑了 我越看他就觉得越奇怪 他的脸似乎不太对劲 但是我又不能伸手去摸他的脸 他看起来几乎就像是塑胶做的 我一定是盯着他看得太久 所以他很快就打破了沉默 有什么事吗 一声响亮的钟声在屋子回荡 我大师已经差点跳了起来 晚餐时间到了 我先去把菜端到穿桌上 稍等一下 马丁站起来回到厨房 过了一阵子 他回来说晚餐准备好了 我跟着他进了厨房 他在穿桌两段已经摆好了盘子 我们各自坐在桌子的一段 我还是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的脸 他的脸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像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娃娃或机器人 或其他飞生物体 马丁伸手去掀盖子 他抬头的看着我的脸微笑 请慢用 他掀开了盖子 我的眼睛瞬间睁大 桌上的食物全是塑胶制品 就是那种你会在小孩搬家家 酒游戏中找到的迷你版食物 我开始笑了起来 马丁开始把他的玩具装在盘子里 马丁也开始笑了起来 他笑得比我更厉害 他笑得很大声 很用力 尽管他歇斯底里的大笑 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僵硬 过了尴尬的几分钟后 最后他的笑声终于结束了 真好吃 他开始用刀叉去切那些玩具食物 这家伙真是个疯子 我带走了 请问洗手间在哪 我问了 在大厅的最后一间 他指着大概的方向 我说的声不好意思 自己走去了洗手间 那是一间小浴室 过了一会儿 我抬起头试图冲水 他卡住了 这见鬼的地方到底是怎么了 我有点心慌意乱 我抬头看了看镜子 吓了一跳 没有反射出的倒影 它不是玻璃的 是塑胶做的 走回大厅 感觉自己仿佛 坠入了无理无中 却找不到方向 我觉得我快昏倒了 这家伙疯了 当我走到门口时 我看到马丁站在附近 他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一切都还好吗 我没有回答 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走 走到大厅的尽头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扇门 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它 走进它的后院 地上有三只狗 三只塑胶做成的狗 我觉得很害怕 我走到后门 马丁挡在了门口 一切都还好吗 他依然微笑着 我想离开 我痛苦地说着 我痛苦地说着 一切都还好吗 我觉得不舒服 我想离开了 马丁继续接近我 我拿出防狼喷雾 当距离勾近时 我就往他脸上喷 但是他毫不在意地继续接近我 他看起来非常愤怒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尖叫着 用我所有的力气 猛击他的头 马丁的头突然掉了 他的脖子上有个连接的卡榫 我尖叫了起来 看他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试图找到他的头 我回到屋内 抓起我的钱包 朝前面走去 跳上了我的车 从车道上开得出来 我想用Google地图 找出回去的路 但怎样都连不上 一边哭泣一边开车 四处乱闹 想要找个能帮我指出方向的人 但是街上一个人都看不到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加油站 我急忙的停下来 希望里面有人 擦了擦眼泪 走进了加油站附设的商店里 它非常小 比我以前去过的任何加油站都小 我想要找个店员或顾客都好 但是里面还是空无一人 此时我发现 店里人们可买的一般商品 全部都是贴纸 我马上冲出了商店 我不管了 我像疯子一样的横冲直撞的开车 甚至逆向行驶 我只是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最后我看到了一处似曾相似的地方 就沿着这条路开过去 几分钟后 我终于离开了爱知证 然后把车停在了路边 拿出手机希望能粘上线 值得庆幸的是 终于有信号了 我一共收到了47条简讯 和52通来自凯伦的未接电话 他说他已经准备好要报警了 我赶紧传讯息给他 向他保证我没事 他还告诉我一些更惊悚的事 地址是假的 我马上传讯性问他 不可能我在Google地图输入了这个地址 他还引导我去马丁的家 不可能是假的 为了再次宣认 我用在地图上输入了这个地址 他说找不到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呢 我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东西似乎都不是真的 一个假的人 一个假的城镇 这是我有生以来 经历过最可怕的事 但我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我考虑过现在转回去 拍那些地方的照片 这样我就有学习证据 证明我不是疯子 但是还是觉得太可怕了 不敢回去 我闭上了眼睛 做了个深呼吸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很高兴能回家 手机震动了起来 应该是凯伦吧 没想到是来自马丁的讯息 上面写着 我只是想把你变得跟我一样 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这些东西 领备 不再来自马丁与 是 那些东西 都可以 看